那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个平台 所以第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的欧函端教室 那欧函端教室呢其实它比较强调的 就是在进行即时的 也就是说现场的这个课件工具 包括我们可以做现场的现场的点名 然后呢你可以做互动的提问 也可以做及时的抢答 甚至做评分 或者老师平常在学校最不喜欢的学生分组 它上面呢都可以有这些课件工具 帮老师呢比较方便的去管理 好很方便 那这个部分其实不管你在现场 或是现场课程 或是像我现在多数的课程 其实我都是混合式的 也就是有一部分同学 在现场 一部分在线上 那用这种方式呢 其实都可以比较轻松的去做班级的 即时互动或者是管理 好像等一下呢 我们就让大家体验一下 哎有老师进不去吗 您是进不了简报还是进不了欧哈云端教室呢 欧哈云端教室 欧哈云端教室 好来 那老师呢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代码 您刚刚呢 如果在这里 我先好我先离开一下 在这边 您刚刚打开欧哈云端教室 您已经登录了吗 那老师您登录了之后呢 您在右上角那里 您看我回到这边来 您在右上角 因为您进入的就是欧哈的那个选单 在右上角这里 会有一个叫加入教室 有没有 然后您就可以用我这个代码 用这个代码加入 那后面那个是O哦 不是不是零哦 老师这样OK吗 有没有找到位置了 对对对 QMMUO9 没有分大小写 他这边没有分大小写 QMMUO9 那大家进入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欧哈云端教室 既然来到这边 我顺便跟老师介绍一下 老师请问一下 是用学生身份吗 还是老师身份 对对 您这个都没有差 因为你现在加入教室 就是当学生 发起教室就是当老师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先让大家当学生 会当学生之后 我们再来当老师 这样老师有成功了吗 QMMUO9 好那老师呢 您以我现在这个是老师的角色的话 您如果进到这边就可以看到 你过去曾经发起的教室 好那如果老师您的县市 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些不是专画线的老师 如果您的所在地的这个教育处有跟欧哈云端教室做整合的话 您可能会在下面这边就会看到您每个学习 所有的这个开的学校例行正式课程的那个清单 那接下来才会是看到 我们的欧哈云端教室这一边 它主要就是做我们讲的 好 即时的课间工具 事实上说真的 其实 我们的欧哈云端教室早期实际上是跟 弯弄在一起的 哈哈哈哈 好 它事实上在很早之前推出来之后就有类似的工具 只是呢 弯弄出生的时间点不太对 因为它跑太前面了 哈哈哈哈 那时候没有疫情 也没有我们的这个 就是现在的网络的环境 还有软体的环境 所以说软硬体加上时空背景 都不利于它 所以呢 它后来就把这个部分拿掉 那刚好在疫情前 就刚好大家发生疫情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单独出来 变成一个云端服务之后 反而就让大家去看到它的优点 好 OK 那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平台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就是OneNote的部分 那么在OneNote的部分呢 它不只是 就是 只是能够当作教材 以我们今天来讲 当然是把它比较 倾向在把OneNote这个平台 当作是一个老师 做你的教材库的一个地方 但是事实上 它一样可以做班级经营 因为它比较强调的 在当时 十年前 因为我用OneNote大概十年的 它以前我们比较强调 可能是有听过的 我们是用在所谓的翻转学习 这个方面 因为之前呢 整个环境 网络的速度 还有硬体 并没有那么方便 载具也没那么方便 所以 以前的翻转学习 都是比较强调在什么 可能是同学上课前 做所谓的预习 或者是上课后 做所谓的复习 也就是 比较强调在什么 自主学习的部分 它就 比较没有那么多 像我们OHM端教师 这种即时的一些 互动的工具 因此呢 它比较强调在我们刚提到的 自主学习 那 现在呢 其实 说真的 我们 搭配OHM跟教师 再搭配OneNote 事实上这两个 就可以同时做到 那当然 OneNote呢 其实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它 对于这种 YouTube影片 它的一个 教材的整理 虽然呢 我们在疫情期间 你可能有看过几个 类似像这种 影片啊 帮我们做整理 帮我们做出题的 这种云端服务 但是很抱歉 我所试过的 大部分的 免费方案 都会有不少的限制 可能是 比如说你可以用的这个 教材数量的限制 比如说它可能只能用几个 那有的呢 就是可能 在功能上的限制 你可能只能用 某些功能 那某些功能是属于付费的 那么在OneNote里面呢 这里面的 这些功能 还有数量 通通都没有限制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单纯拿来做教材的话 那你可以用到功能 跟我现在用的付费功能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有在做 安吉经营的时候 他在这边才有就是功能上的差异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棒的地方 那当然了 可能老师的教材也会来自云端硬碟啦 云端的这个简报 那甚至来自网路上的文章 我们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做整理 去做这个教材库新增的部分 或者修改的部分都非常的方便 那他也可以做所谓的测验啊 投票啊 甚至缴交作业 这些通通都可以 这个是在OneNote里面 他所要就是强调的 所以我们这两个平台 我们先像这样子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么刚刚我们有提过这边 就是请大家已经先加入了 那么如果说老师觉得这个加入的动作比较麻烦 您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有很多学校 其实Google Classroom还是维持 就是学校部分都会帮老师把学生名单汇入的话 您就可以直接从这边登录之后呢 授权我们的欧海云端教室 直接读取您的Google Classroom的资料 那么他就会帮您把学生的名单带进来 那您就不用再去做就是 那个像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一个一个把大家邀请进来 那您的这个教室清单就像这样出现 像这个是有跟那个就是OneNote 他们做整合的 那个什么校务系统做整合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在这边就是有第几学期 那如果是您从Classroom进来的 他就会直接立在这边 那同学呢也是一样 他只要进入 就在欧海云端教室注册好账号之后 他也点这个 那他就可以看到有哪些课程 已经在Google Classroom的就会列出来 他就可以直接从这边直接进去 所以双方面呢都只是注册一个欧海云端教室就可以来使用 好这个是先简单跟老师说明一下的 那么您看到我现在简报这个页面呢 我们刚刚有跟老师提过 其实欧海云端教室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透过就是访客的方式登录 但是访客的方式呢 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 您可以看一下我在下面这里 好访客的部分呢 他基本上就是只有一次性的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点进去之后 打上你的访客姓名 那这个呢 用完一次之后 很抱歉 下次你就算是用相同的名称登录 他也会认为这是另外一个人 好所以呢 比较适合一次性的 那么如果呢 以老师大部分的需求来讲 我们都是需要整个学期 或者是比较多次的见面 那我就会建议 就是按照标准的方式 注册好账号再加入 因为呢 有些时候你如果是用这种一次性的 那下次进来 又会变成另外一个账号 那这个对 同学或老师要判断 这是哪一个人 可能相对来讲 就比较不是那么方便 好 这个是跟老师稍微说明一下 在欧函人教室这边啊 他有两种登录方式 好 那您可以先了解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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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